大家好,这里是教人篮球的频道 NBA的交易日已经正式开始 一些重磅交易也已经陆续发生 本频道也会陆续更新相关的分析和将近影片 那么这一期我们会重点聊聊 刚刚与盛程签下一年1100万合约的Chris Paul Wenby Yama,新秀Stefan Castle,以及马次队 对于Chris Paul来说,在离开火箭队之后 不论是雷霆还是太阳队时期 他的身份已经逐渐转向 指导年轻球员的导师 并且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再加上过往,Paul与四五号位的常人球员 都有良好的化学反应 让外界对他前往马次与文笔搭档都十分看好 据说,当马次在选球大会上摘下Castle时 他们就更加紧盯Paul的动向 而Paul在指导年轻人的领域 已经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秉除职业生涯前中期的黄蜂、快艇和黄蜂时代 Paul去雷霆后,SGA亲历了Paul的打球风格 严谨、严格、注重细节 视野宽阔、传球手法细腻 球胜域以及顶尖的控场能力 而以上这些都是年轻的 当时技术仍显粗糙的SGA急需吸取的 2018-19赛季 SGA不过场均10.8分3.3助攻 当他来到雷霆后 19-20赛季 Paul也恰好在与微笑的互换中 空降奥克拉和马 两人阴差阳错成为队友 Paul在空位位置上给SGA送出诸多妙传 后者的场均数据 暴涨至场均19分3.3助攻 雷霆也看到了他的巨大潜力 在Paul的帮助下 SGA各方面也快速成长 而大家也知道 Paul是一个攻防俱佳的空位 即助攻王超级王于一身 赛场上不论何种局面 都能淡定指挥从容应对 球队训练日手把手教学 但凡有新学习 不可能学不到哪怕一点技巧和方法论 所以当SGA独立带队后 能力提升至场均23.7分5.9助攻 这进一步坚定了 雷霆将之树立为核心的决心 Paul离开雷霆加盟太阳后 解放了Poker的得分火力 还冲进了冠军赛 可谓老而迷奸 甚至在今年太阳三巨头先入挣扎 频频祭出球形单打的场面时 也不禁让人唏嘘 拥有如此进攻火力的太阳 就差一个能输送炮弹的Chris Paul 再看看和Paul合作的那些中锋 无论是缺乏进攻能力 因或是有一手销魂中距离的内线球员 几乎没有不喜欢Paul的传球的 黄蜂时代 Tyson Chandler David West等人有了明显的提升 身为01年榜眼的Chandler 在公牛时期 他的场均得分从未上双 当他将盟黄蜂后 在07-08赛季 场均砍下11.8分 11.7篮板 从此 职业生涯跨上了新台阶 为什么 因为给他传球的人 叫做Chris Paul David West 在Paul没有到来之前 24岁的他 在04-05赛季 场均仅6.2分 3.4篮板 05年夏天 黄蜂选中Paul 接下来的05-06赛季 West场均17.1分 7.4篮板 两人的挡拆配合 杀伤力十足 之后的两个赛季 West更是场均20加 彻底巩固核心地位 入选全明星 职业生涯彻底翻身 在快艇时代 Paul没有去之前 Griffin虽然有炸裂的扣篮 但带队能力非常欠缺 即便有Gordon的10-11赛季 球队战机仅32胜50负 西区倒数第三 而小乔丹 则场均7.1分 7.2篮板 没有人能够激活 这头灌篮野兽 2011年10月15号 当与Coby联手失败 转人加盟快艇的Paul 他的到来 让球队改头换面 流量暴增 空接之城席卷联盟 有了Paul的传球 Griffin和小乔丹的暴力球风 得以畅快展示 尤其是小乔丹 在Paul没有去快艇前 他只是个 没什么地位的替补中锋 而当Paul到来后 将小乔丹带成了 联盟顶级的大个子 以5-16赛季 小乔丹职业生涯 首次入选最佳一阵 还在17年入选全明星 而Griffin也在Paul的要求下 开发出了投篮和侧影能力 技术越来越细腻 再回味一下Paul的火箭时代 Capella在Paul和Harden 目不挟接的卫柄下 场均14.9分10.8篮板 2018年夏天 Capella拿到了 5年9千万的大合同 而到了雷霆时代 就更有趣了 球队在那个时候 有两大几句特点的中锋 海王Adams和Nellis Noel Paul到来之后 Adams开始展现 并加强了球场视野和侧影 原来他不只会卡人和抢篮板 最值得一提的是Noel 原来他场均 只能砍下4.9分4.2篮板 Paul到来之后 Noel的数据 变成了场均8分5篮板 1.4火锅1.1超节 成为了优质的替补中锋之一 而Whenby Yama 比Candler更高更快更迅捷 比West射程更远 而且有着绝佳的投射能力 再加上一定的三分命中率 32.5%的三分 足够让对位内线烦恼了 相对快艇双高而言 Whenby的力量有一定差距 但不代表他不擅长空接 Whenby下顺以后空接 轻而易举 得分效率也不弱于Griffin 23-24赛季 他总共造了45次2加1 总数据1522分 755篮板 274助攻 254火锅 Paul和做过的任何一个内线 都无法媲美 Wenby的统治力和表现 比起Candler 小乔丹 Adams 和Noel这种 专制防守的内线 Wenby在保障防守质量的同时 还能出色地完成进攻任务 比起West和Griffin这种 进攻型大前锋 Wenby有着 让前者羡慕的防守面积 菜鸟赛季254次火锅 可不是开玩笑的 而Griffin的新秀年 贡献了45次火锅 所以要论全能 Chris Paul此前所搭档的内线 无人能出 Wenby Yama左右 同时 Wenby Yama是Paul 迄今合作过的最高的球员 两人可畏 天作之合 Wenby可内可外 我们可将之看作 是内外攻防俱佳的 高大白Griffin 进攻无死角 两人胡顶挡拆 可下顺 可外切 可中转球权 可终结 亦可以在胡顶或底角 找三分终结 更可以在游戏区 站桩接球 翻身后仰 我本人和喜爱马刺的朋友聊天时 他说 如果马刺下赛季好好打 45胜不是梦 所以 在以上这些指导后卫的成绩单 以及和常人球员的过往合作 应该不会有人怀疑 Paul和Wenby Yama的 合作效果和化学反应吧 一些网站 甚至拿出了数据 Paul加入马刺后 Wenby的MVP赔率 从挣3000变成了挣2000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认为Wenby得到MVP的人 大大增多了 而作为导师身份的Paul 在来到马刺之后 他的工作 不仅是要帮助Wenby 新人Stephan Castle 也是一个重点的培养对象 那么我们也来简单了解一下 这会被马刺队看好 未来能够辅佐Wenby的 新球Castle的优劣势 在Castle的球摊报告中 他的优势端 进攻手段丰富 不仅能够利用突破 完成得分 同时也具备不俗的 中远距离投射能力 传球能力 还有球场洞察力 水平突出 可以串联组织 成为场上的进攻发起点 娴熟的控运球能力 擅长利用节奏的变化 创造出进攻空间 劣势端 投篮稳定性和延续性 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三分出手量少 还有带开发 身体略显单薄 爆发和弹跳力 还有提升空间 启动速度较慢 也就是说 Castle能中投 由一手组织 有成为控运大师的潜力 等他适应NBA的节奏之后 他将是一个不错的球队组织者 而且Castle身高1米97 臂展2米05 体重87kg 有人说 他有点像是高大版本的Chris Paul 但也有另一派的声音 认为Castle的身体条件 更像敦时一点的SGA 我们看看SGA的身体条件 身高1米98 臂展2米13 体重82kg 当SGA呼风唤一时 马刺看看手中 体型有几分类似的Castle时 难免浮想联翩 结合目前马刺的情况 他们不一定需要 和Paul一模一样的组织后卫 可他们急需一个优秀的组织空位 来辅佐球队核心Wenberg Yama 但当机会来临 他们真用了一份 一年1100万的合约 签下了Chris Paul 那保罗的任务 当然不只是指导Castle 他也要帮助Wenberg Yama Paul擅长给中锋传球 Castle要学会这一技能 对他巩固自己 在马刺的地位 绝对百亿无害 所以对马刺来说 得到Chris Paul 绝对是一件非常非常赚的事 其中影响最大的 我个人认为是下列的三个因素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第一 Paul拥有对球队战机的 保底和提升能力 据媒体统计 Paul此前的职业生涯 在加盟所有新球队的首个赛季 该球队的常规赛成绩 都比前一季更好 黄蜂前一年18胜 加盟后38胜 快艇前一年32胜50负 加盟后40胜26负 缩水赛季 火箭前一年55胜 加盟后65胜 雷霆前一年49胜33负 加盟后44胜28负 缩水赛季 且胜率高于前一赛季 太阳前一年34胜39负 加盟后51胜21负 勇士前一年44胜 加盟后46胜 第二 Paul的到来有可能是一个诱饵 一个调其他老将加盟马刺的诱饵 毕竟有一个去年最佳防守一阵的 最佳新秀 文贝亚马坐镇 在队中如果能增添几个 具备优秀投射能力的老将 一定颇具想象力 而这是马刺一贯的舰队思路 从Robinson时代到Duncan时代 皆是如此 现在到了Wenby的时代 Popovich和马刺管理层 当然可以继续这个模式 Wenby因为筹率选中Castle 已经很开心 再加一个空位之神 斑马在新赛季将会更加如鱼得水 在有了足够空间的情况下 下赛季的Wenby亚马 将得到更多的单挑机会 而联盟里能站在Wenby面前 并挡住他进攻手段的人 只能说是凤毛麟角 对Paul来说 加盟马刺则是一个最稳妥的选择 他的年纪已经39岁 060多天 青春一去不复返 他不再是那个追风少年 年轻时所追求的 和现在追求的 可能已经有所不同 巨星在幕年生涯 大部分会选择 以底薪加盟争冠球队 为冠军倔指赌上一次 比如Malone Paton Melo等等 或者拿一份 相对体面的合同 安心养老 比如Rager Miller Stox 等等 3000万的Chris Paul可能会让人犹豫 但中产左右 甚至底薪的圣保罗可就不一样了 毕竟现在的联盟形势十分复杂 没有球队敢保证 加盟我们就一定稳拿冠军 但千万合约和钱是真的会拿到手的 Paul的选择无疑是更稳妥的选择 比起一年1100万 如果Paul选择没有薪资空间的真冠球队 拿老象提薪 一年少赚将近800万美元 且能不能夺冠还是未知数 第三 这是个人的猜想 只能被列为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Popovich或许有意将Paul培养为接班人 伟大的Popovich教练目前已经76岁 他的新合同还剩下三年 如果Paul愿意 他将可能以大龄球员身份 在适应球队文化之后转型为助教 三年时间凭借Paul的能力 从球员过渡到助教 再提升到主教练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JJ Reddick退役后 没有从事过教练岗位 也能接下胡人主教练的教编 以Paul对比赛的理解能力和应变能力 个人认为是比Reddick要优秀的 只要对面没有Rondo 一切好说 在已经有Wenby Yama 这位未来巨星的情况下 又选中了Stefan Castle 再加上Chris Paul 马斯在下个赛季 摆脱西区末端 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 球队化学反应良好的话 冲击附加赛区域 甚至是季后赛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不知道大家 对Paul到来之后的马斯 有什么样的预测和期待 你觉得它和Wenby之间的化学反应 会如何呢 以及对于本集有任何意见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话 也许订阅频道 按赞和分享 最后 要帮我的好朋友宣传一下 他所参与创造的游戏 Pickle Pickle Dungeon Pickle Pickle地牢 这是一款休闲且硬核的 俯视角回合制 Rogelike RPG游戏 在保留策略性的同时 将系统 简化到极限为概念 进行制作 只使用上下左右的移动 进行游玩 不需要指令选择 或是物品管理等等操作 系统和外观看起来都很休闲 却拥有针对 硬核Rogelike的玩家 而设计的高难度挑战性内容 Pickle Pickle Dungeon 总共提供了超过20个迷宫 除了Rogelike类迷宫 还可以享受到 意志类 生存类 塔房类 解密类等各种主题的迷宫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说明栏 或评论区的连结 支持一下我的好兄弟 感谢您收看本期影片 这里是教养篮球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